这张浅室路径图 我们从路径图上 可以看得到台风 确实已经暴风圈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即将要碰触到陆地了 这暴风圈碰触陆地的时间 目前看起来还是 约莫是在下午的四点钟左右 目前台风中心 你看距离台湾的这个花莲 大概是430公里 那你知道它的暴风半天 其实是300公里 所以大概就差不多 是100公里的距离 它就会碰触到台湾的陆地 不过就几个小时之后 要提醒大家持续的注意 因为这个苏迪勒的台风 它还是强 而且它暴风圈又大 这个7级风暴风半径300公里 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 还是维持在每秒48公尺 大概15级风 那气象局当然是说 它在越靠近的时候 还有机会增强 就是说接下来这几个小时 它其实还是有机会再增强 有没有可能变成强烈台风 其实真的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排出这个可能性 所以可想而是这么大 然后这么强的一个台风 这么直扑而来 其实从接下来的这张图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间点是在明天的中午11点 台风的中心就在台湾的正上空 然后全台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全部都笼罩在暴风圈当中了 所以这个台风对台湾的影响 你可知道 警戒区域其实也就不用特别多写了 就是全台各地跟澎湖 这个全部都已经是笼罩在其中了 提醒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 整个东部的海面上 现在陆陆续续观察到 4米以上的长浪了 海边的活动暂停 同时山区的活动也要暂停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在山区的雨量 会累积得非常的迅速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平均图 我们来看它的结构 其实这个苏底勒台风 昨天一吐有稍微比较散一点点 因为昨天其实是最不利它 生存的一个状态 因为昨天它确实有减弱 但以今天的状况来讲 你看它的台风眼又转出来了 非常清晰的一个台风眼 而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在这一圈 台风眼这靠近的这一圈 近中心的风雨 非常的扎实 那风强雨大的感觉 其实这一块是最明显的 所以目前来讲 它如果从台湾的花东之间登陆的话 那花东之间这一块的破坏力 受到风的破坏力是最强的 所以有机会在花东这里 包括了蓝雨绿岛这两个地方 有可能出现17级左右的强震风 你还记得这个前年 大前年的天平台风 当时就是17级的风 把蓝雨整个给毁掉了 加油站 超市 道路全部都毁掉了 所以接上来 这个中台上线的苏底勒台风 还是有机会出现17级的强震风 提醒花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蓝雨绿岛观众朋友 务必特别的注意 好 除了风势之外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环流 已经开始甩到台湾上空了 所以台风雨的状况 从宜兰到花莲到基隆 台北陆续都开始出现了 一下雨的状况 就像是非常的担心 所以在豪雨特报的部分 不断地修正它的区域 目前看起来 包括宜兰 花莲 台东 整个东半部地区 新北市要注意 桃园要注意 还有整个西半部的山区 都有机会出现 大豪雨到超大豪雨 这个累积雨量 在包括东半部 特别是宜兰 花莲的山区 有机会要上看到1000毫米 然后西半部的山区 大概也都有机会来到 800到900毫米的一个降雨 所以在最上面的这一块的资讯 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另外没有列在这一区的 就是下面其他全台的各地 都是有出现豪雨到大豪雨机会的 而在西半部海面上的 三个外岛 澎湖 金门 马祖 现在当然还没有感觉 但是大概从明天开始 这边也会出现 大雨到豪雨的一个状况 所以台风影响的时间点来讲 大概是从现在开始 陆陆续续增强 然后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 一整天就会是苏迪勒台风 最最最靠近台湾 就是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了 那你说现在雨到底下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这张 这个雷达回坡毒 好了 这张回坡毒跟我早上 这个四点钟来上班的时候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早上四点钟来上班的时候 这块是空的 就会那么零星的绿色黄色 一点点的色块在台湾的上空 不过你可以看到 台风它暴风圈的主要的环流 其实就已经在台湾东边的海面上了 所以现在降雨的区域 从宜兰 基隆 台北 台北的山区 已经开始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了 这个时间点 我刚刚提到 大概下午四点钟 暴风圈开始碰触到陆地之后 北台湾 东台湾 风雨的感受就是首当其中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一开始我跟倩林也说 今天下班请大家打卡了 快走 赶快回家 不要再在外面闲晃了 风雨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的 然后随着在明天清晨 目前看起来因为台风稍微 比较往南偏一点 有机会从秀孤兰西口这边冲进来 所以它登陆之后 整个风 这个雨带的状况 就会甩到西半边来了 偏西风进来之后 中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 大概从今天入夜 明天早上开始 你就会很明显的可以有感受了 特别是在嘉义以南的地区 要提醒大家 大概明天白天 这边的雨量会迅速的累积 所以其实中南部地区 除了山区要严防台湾 落实土石流之外 当然平地更是要防淹水的灾情 大家都知道首当其冲的 其实从今天开始 我比较担心的是 宜兰到花林 这个苏花公路这一段 提醒大家尽可能也要避免了 因为接下来的风雨即将 就要进来了 那这个登陆之后 台风来到台湾上空 然后约莫在明天中午出海之后 影响就会开始稍微比较小一点 不过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 还是提醒大家务必要拉警报 而且这个警报需要是 最高等级的一个警报 因为目前看起来 苏迪勒的台风是到今年目前为止 对于台湾影响最 这个最威胁最大的一个台风 非常非常地担心 特别是明天是父亲节了 希望全台各地的观众朋友 都要平安地度过这个台风警报的期间 中间新闻随时为您掌握最近的动态 还有重要的